大家好,欢迎来到张国解说毛利专 这一期的节目我们就接着上一期的内容 来给大家继续讲解有关九州政法的故事 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 我们就先就话重提一下 版主在这一非常不推荐心爱的观众 直接从这一期开始看 到目前为止 跟毛利家有关的故事 我们已经出了20集 由于我制作的节目连续性都非常的强 所以如果新观众想要对毛利家 有更加深入的了解的话 我在这里非常建议你们 从毛利家的第一期开始看 好了,废话少说 现在就让我们赶紧进入这一期的主题吧 在九州政法的前篇 我们给大家简单的总结了 岛金架在战国时代后期的发展 以及后来封城秀吉 决定发动九州政法的原因 而在九州政法中篇的内容里呢 我们是给大家重点讲解了 有关岛金架对大老家的侵略 也叫做风萨战争 而在这一篇的节目中呢 我们将会把整个九州政法的故事 做一个整体的收尾 我们上一期节目结束的时间点 是在1586年年末到1587年年初 由于当时时间正好是处在九州 最寒冷的正月 所以当时的岛金军和毛利军主力 都各自停止了进军计划 准备过冬 当时的岛金军是已经成功控制了 大老家在丰厚国的首都府内城 而至于毛利军 在西川原村和萧岛川龙井 跟岛金邦的从属去越重视 经过了大概两个月左右的战斗以后 毛利军主力是成功控制了 九州最北部的丰厅国一带 而毛利军的计划 是等到九州的冬季过去以后 就立刻开始南下 向大老纵林所在的旧主城展开救援 而在大阪方面 在得知封城本家的援军 于年初的沪四川之战中 被岛金军大败的消息以后 封城秀吉本人是感到相当的愤怒 因为毕竟沪四川之战 是封城秀吉以封城军的名义 打的第一场仗 但是这一场战斗 最后却是以惨败收尾 所以这对于刚成立不久的 封城政权而言 完全可以说是被岛金家 打了一级非常响亮的耳光 而为了挽回封城政权的名誉 封城秀吉最后决定亲自出征 对气焰嚣张的岛金士进行讨伐 于1587年征月 在封城秀吉的命令下 封城家的四个有力奉行 十年三成 大股急记 长出政家 还有小西龙座 是立刻展开了大规模的 冰粮和物资的调集工作 在这四个军务能力都极度出色的 奉行不断加班加点的努力下 一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 他们在大阪附近的港口 尼奇一带 是足足调集到了将近30万人分 一年的口粮 2万只的马匹 以及同样够这些马匹 吃上一整年的饲料 而除此之外 其他的战斗补给 像是铁炮和丹药等 也都是纷纷以吨数为单位 完成了调运 而在完成了冰粮和物资的调动以后 封城秀吉是立刻下令 给在禁忌 中国还有四国一带的各地大名 让他们各自动员好兵力 准备在接下来 跟随自己正式的九州发起征法 而现在呢 我们就来看看 当时封城秀吉旗下各个大名的军团 到底是以怎样的方式进行编排的 当时封城旗下的各大名 总共是动员了超过20万人以上的兵力 而这20万人最后是被分成了两个军团 一个是封城秀吉军团 另外一个则是封城秀长军团 我们首先来看秀吉军团的人员配置 秀吉军团总共是分成了11队 每一队的主要将领 我们就不去一个一个专门念了 我们在这里就列一个单独的名单表 如果有想详细浏览的观众 可以先在这里暂停观看 而在封城秀吉军团中 大家唯一需要注意的一个人物 是一番队的先锋 一个叫做毛利吉成的武将 毛利吉成他虽然也有毛利心 但是他跟我们所讲的毛利家 完全没有任何关系 毛利吉成原名叫做森吉成 是属于晋将出身 毛利吉成这个人 大家可能不是很熟悉 但是他的儿子大家肯定有印象 他的儿子叫做森吉正 也就是后来活跃在大阪之镇的毛利生友 毛利吉成是封城秀吉手下 专属的黄母一众的代表 同时也是最早加入 封城秀吉旗下的古参加成之一 就自立来说 完全可以和风修和小六对等 毛利吉成他本身 也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武将 但是由于在早年 他是一直作为封城秀吉本人的 贴身护卫 伴随在其身边 所以他是很少能有 亲自上战场表现的机会 毛利吉成真正作为独立的武将 开始兼功立业 正好就是在九州蒸发时期 而在九州蒸发结束后 不久爆发的肥厚国人议会当中 毛利吉成是由接连立下了捕获叛乱守谋者的头功 除此之外 在日后的纹路之一当中 毛利吉成更是担任了日本弃队军 十个犯队中第四犯队的队长 而当时被安排在毛利吉成手下 当副将的人物 则包括了岛金一红 我们在这里专门提出毛利吉成这个人物来讲 其实是因为这个人在之后的故事中会经常登场 对于像这种在日后朝鲜战争中 比较关键的角色 我还是想让大家提前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好 回到九州蒸发的人员分配 再来看看风尘修长军团 风尘修长军团的主要人员构成 基本上都是当时中国政法时期 鹰藩 薄膜 还有背前一代的老面孔 像是功不及润 腾腾高虎 还有余喜多秀家等人 除此之外 当时已经在九州不正的毛利会员 肖大川龙井 还有黑田关闭位的仙头部队 也都被编入了风尘修长的军团体系当中 而在风尘修长军团当中 其实也有一个将领是非常值得大家的注意 而这个人就是伟藤志轩 如果有看过功枪英书老师战国漫画的朋友 应该不会对伟藤志轩这个武将感到陌生 伟藤志轩同样也是风尘修集早期的古餐家臣之一 而伟藤志轩和他的大前辈仙丹修长之间 在当时是属于一个工作上互相竞争的关系 自从仙丹修九因为胡慈川之战的大败 而被没收知情以后 仙丹修九在战祁国的领地 就是被他的竞争者伟藤志轩所继承 而当时仙丹修九原本作为风尘军军监的身份 最后也同样被伟藤志轩所取代 在我们把故事正式经营下去之前 我们非常有必要把军监这个名字 给大家稍微做一个解释 日本战国时代的军监还有一个别称 叫做军幕府 这个军幕府主要是干什么呢 军幕府的责任主要是负责监察有军将领 在战场上和战后的各种行动 其中包括战斗表现和战后的论功行上等 然后再把这些行动如实地汇报给身在远方的主军 说简单一点 军监就像是主军暗杀在各个军队中 为自己授具情报的眼睛一样 所以自然也就有了军幕府这样的称呼 在当时的战国时代 各个军队中存在的军监 实际上就相当于是主军在军队中的代理人 所以哪怕当时伟藤志轩所在的军团指挥官 是封城秀吉的弟弟封城秀长 但如果按照当时严格的军阶制度来说 社会指挥官的封城秀长 也必须要对伟藤志轩的意见和身份予以尊重 而社会封城秀长军团军监的这个伟藤志轩呢 则将会在之后爆发的更白板之战中 扮演一个非常具有影响性的角色 在确认完九州蒸发军的人员分配以后 于1587年的1月25日 以封城秀吉杨子与喜多秀家为首的与喜多军 是率先赶往了九州和毛利军 还有黑田官院进行了会合 而在这之后 身为第二军团长的封城秀长 则是在半个月以后的2月10日 从波摩一带开始向九州进军 而在3月1日 身为总军团长的封城秀吉 才开始率领剩下的部队离开大阪 并且开始向封城国的小仓城前进 1587年3月上旬 于喜多秀家和封城秀长 是正式在小仓城跟毛利军完成了会合 而在这个时候 如果加上毛利军本身的4万人主力 在封城国一带完成登陆的封城军 总人数大概是在10万人左右 而在岛晋军方面 当时正守在两军最前线府内城的岛晋加九 其手下是只有不到1万5千人 而在岛晋一红方面 他手下所率领的岛晋军主力 则只有大概3万5千人左右 除此之外 从1586年冬天开始 岛晋加的当主岛晋一九 就已经另外带领了将近2万人的兵力 在日向国的沿建城部站 以随时准备支援前线 如果这个时候再加上岛晋本国 萨莫国的滞留军大约1万人 那么当时岛晋军的总战力 大概是在7万人到8万人之间 在得知封城秀长军和毛利军完成会合以后 岛晋一九判断 接下来的战斗将会是一场 对于岛晋加来说前所围有的大战 而为了把战线尽量缩小 岛晋一九立刻命令 身在前线的岛晋加九 还有岛晋一红 立刻放弃大友加封后国的占领地 然后返回日向国 跟自己的部队完成会合 以加强岛晋军在自身领土的防御 在接到大哥的命令以后 岛晋加九是立刻放弃了府内城 然后率领部队向日向国撤退 而我们在上一集中讲到的 有关大友加的女将吉岗喵林 对岛晋军展开坠机的行动 其实也就是在这一段时间里 所发生的故事 而至于岛晋一红 尽管岛晋一九 也同样让他放弃 封欧国的前线 立刻撤退 但是岛晋一红自己得出判断 如果封城秀长军和毛利军 是朝着日向国进军的话 那么直接放弃府内城 这个通往日向国的重要据点 未免有些太过可惜 所以在岛晋加九的部队 撤出府内城以后 岛晋一红自决定带领自己的部队 绕过港城进出府内进行防御 同样也是在三月初 在察觉岛晋军 开始陆续从大游领地撤退的行动以后 凤正方是向当时身在最前线的 岛晋一红发出了最后痛点 要求他放弃抵抗立刻投降 但是岛晋一红却并没有 把凤正方的要求认真当回事 然后他还是不断地 在加固府内城的防御设施 也准备接下来进行农城坚守 当时岛晋一红对于监州府内城 实际上是非常的有自信 但是在接下来周边战场上局势的变化 是让岛晋一红的自信心 慢慢开始一点一点的消失 在得知岛晋加九的部队撤退以后 大游家的残余力量 也同样展开了自己的行动 在凤后国西部的港城方面 智克郡自是开始重新夺回 原先被岛晋一红所占领的各个支撑 除此之外 智克郡还同样开始 对来往肥后国和凤后国之间的交通要道 于是在落实和堆积数目的方式进行了阻断 而智克郡这么做的目的 其实就是为了断绝岛晋一红 在未来会向肥后国撤退的可能性 而除了智克郡在不断的夺回支撑和封锁道路以外 当时在凤后国南面的左部围定 也同样开始逐个夺回 先进被岛晋加九攻向的各个据点 面对大游残党 不断的在后方对自己的退路进行阻断 当时身在府内城的岛晋一红 这个时候突然意识到 如果再继续选择留在府内城的话 那么自己将有被夹在大游和封城中间 称为瓮中之别的危险 岛晋一红是立刻决定带领首相的军队向南部的日向国撤退 岛晋一红放弃府内城撤退的时间是在3月15日 而为了尽量不让人察觉到自己的行动 岛晋一红是专门挑在深夜夜深人静的时候展开撤退 请问岛晋一红在撤退时是做到了十分的小心 但是岛晋军撤退的消息最终还是被智克钦刺和左部围定所察觉 于3月16日的清晨 岛晋一红是先遭到来自于港城方面智克钦的追击 而在第二天的3月17日 岛晋军在穿越山路南下的过程中 是又紧接着遭到了左部围定的伏击 尽管连续两次遭到大友情的袭击 狼狈异异常的岛晋一红最终还是成功的离开了封货国 回到了日向 在前线的病历全部撤离大友领地以后 岛晋四兄弟于3月20日在日向国南部的重要据点 佐渡园城展开了军事会议 在会议当中 四兄弟里排行老三的岛晋岁九 是唯一一个主张向封城军提出和睦目的将领 岛晋岁九认为岛晋家的总体实力和封城军相比 终究还是相差太多 如果提早跟对方和睦 岛晋家的领地说不定也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暗度 但是由于当时岛晋家整体的抗战氛围是非常的浓厚 外加加都岛晋一九 个人也主张使用军事手段解决个封城方的矛盾 所以当时岛晋岁九所提出的和睦主张 是很快就被其他的三个兄弟跑在了一旁 1587年3月25日 封城秀吉军团来到了毛利领地长门国的下官一带 29日封城秀吉正式登陆了北九州 并且在小仓城一带和封城秀厂和毛利军主力完成了会合 在封城大军全部在北九州完成集结以后 封城秀吉是立刻开始召集各将领 展开了进攻九州的作战会议 在作战会议上 封城秀吉决定把两个军团分成东西两路展开进军 东边的进军路线是以攻略日向国为目标 我们在这里就把它称之为日向线 而西边的进军路线则是以攻略肥后国为目标 我们就称之为肥后线 而肥后线则是由封城秀吉军团负责 封城秀吉最终的打算是两个军团在完成了各自的目标以后 然后一起向岛进家的本国萨姆国展开夹击 我们首先来看封城秀厂负责的日向线 于1587年3月末到4月初 封城秀厂开始正式南下 对日向国展开了侵略 当时跟随封城秀厂一同南下的毛利军主要将领 只有萧道川龙井和吉川原厂两个人 是为毛利加都的毛利会员 当时是滞留在了封城国的小仓城 并没有参加接下来的战斗 而跟随封城秀厂南下的毛利军 大概也就只有2万人左右 如果加上封城秀厂自己的兵力 那么当时进攻日向线的封城军总人数 大概是在8万人上下 而在岛进军方面 在得知封城秀厂的军队即将南下 对日向国展开进攻以后 岛进19是几乎把所有的主力 全部都集中在了日向国的南部进行防御 岛进19为什么要选择把防御线布置在日向国的南部呢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来看一看日向国的地理环境 日向国的北部基本上全部都是山脉 当时封城秀厂军是8万人 据说在日向国的岛进军就有大概5万人 两军加起来总数超过13万人的士兵 是根本没有办法在山区地带展开大规模的交战 日向国真正能够实施大河战的地点 也就只有南部这一块平原而已 1578年的尔川之战 还有接下来即将爆发的根白板之战 这项战争所发生的地点 是全部集中在这一个地带 有关日向国的几个比较重要的据点 我们在这里给大家简单的列举一下 这些重要的据点基本上全部都集中在日向国的南部 第一个是都于郡城 第二个是佐土园城 第三个则是高城 我们首先来看都于郡城和佐土园城 这两个城市在当时是属于一个互为双子城的关系 佐土园城是元一龙市的首都 同样也是整个日向国的政治和经济中心 而旁边的都于郡城则是整个日向国的文化中心 而在都于郡城城城下是有着超过20座以上的寺院 还有整整八座神社 而正是依靠着都于郡城的文化和信仰输出 再加上佐土园城作为日向国中心的经济优势 所以这两座双子城是长期以来都在互相支持着整个日向国的繁荣 当时岛晶军的布阵是分成了两组 岛晶一九和岛晶一红为一组 率领大约4万人停留在了都于郡城的城下 而另外一组则是由岛晶家九带领 率领大约1万人居住在本城佐土园城 而至于剩下的一座据点高城 这个城池是刚好坐在一条叫做高城川的北岸山丘上 就其位置来说 这个城池是属于当时岛晶军在整个日向国防御网的最前线 而当时负责镇守高城的将领 则是岛晶家九的心腹善天有心 于1587年4月初 丰城秀长军和毛利军是正式进入了日向国的国境线 由于岛晶军几乎是完全放弃了整个北部山区地带的控制权 所以丰城秀长和肖道川龙京等人是非常轻易的 就拿下了日向国北部的据点 像是日向松伟城 门川城 还有岩剑城等众多支撑 在一路势入破竹的状态下 丰城秀长大军8万人是成功渡过了日向国的分界点尔川 并且最终是来到日向国南部岛晶军的跟前 在丰城军和毛利军渡过尔川以后 丰城秀长是立刻开始对处于岛晶军防御往最前线的高城展开了进攻 当时的高城内大约只有1500人左右的守军 虽然人数不能算多 但是丰城秀长还是决定不采取强攻手段 相反 丰城秀长是对高城进行了包围 并且打算以当初进攻鸟雪城的方式对高城采取了冰凉作战 在丰城秀长的安排下 数万丰城军对高城所展开的包围网是整整多大了20圈 而为了防止在南面布阵的岛晶主力对高城展开救援 当时的丰城秀长是专门命令手下的部将共不济润 率领大约1万人前往了高城川对岸的更白板一带进行布阵 如果岛晶军想要对高城展开救援的话 更白板所在的位置可以说是岛晶军的必经之路 为什么更白板算是必经之路呢 其实原因有两个 首先第一点 岛晶军所部署的地点都于郡城和佐渡园城 在这两座据点的正中间正好有一条大路是直接通往更白板 就行军效率来说 如果岛晶军要展开救援行动的话 那么穿越更白板将会是岛晶军最快速的进军选择 其次第二点 更白板身后有一个非常宽广的平坦地带 岛晶军救援高城是一定会穿过高城川 而更白板身后的这一块平原 则正好给岛晶军提供了一个非常宽敞的渡河环节 所以就这两点地理优势来判断 丰城秀长是非常看重对更白板一带的防御 而在公布继任来到更白板以后 他是立刻按照封城秀长的要求 在更白板的附近建立起了临时新的城寨以加强防御 除此之外 公布军还对更白板周边的主要道路都进行了封锁 在公布继任夜以继日的感攻下 更白板一带最终是在几天的时间内 就形成了一个比较有规模的小心要塞 而在岛晶军方面 在得知封城军对前线的据点高城展开包围以后 岛晶19和岛晶英雄等人是最终决定 主动4万人的兵力对高城展开强行救援 这里可能就会有观众朋友产生疑问 高城并不能算得上是一个足以影响战局的据点 而且城内的守军也不能算多 那为什么岛晶军最终还是决定派出这么多的兵力 主动前往高城呢 这个原因其实跟凤城秀吉军团的行动有关 在凤城秀长和肖岛川龙京等人 对高城展开包围的同一时间 凤城秀吉军团大约10万人 也已经同样开始向岛晶家的从属秋月市展开了进攻 由于秋月家在先前和毛利军的战斗中 已经是承受了非常巨大的损失 他如今又面对凤城秀吉本队10万人大军的进攻 秋月军在这个时候完全可以说是感受到了力量上的绝望 凤城秀吉对秋月家所在的筑前国发动进攻的时间是在4月1日 而在两天后的4月3日 当时已经完全丧失战斗欲望的秋月重视 最终是提法出家身着白衣 亲自来到秀吉阵营表示臣服 除此之外秋月重视还同样把当时有着天下三剑冲之一名号的国宝集查记 油柴剑冲送给了凤城秀吉当作战利品 而在成功降服秋月市以后 当时原本已经成佛岛晶市的龙造四家 在其重臣过岛直茂的决策下 最终也同样向凤城军投降 而随着秋月家和龙造四家的双双降服 当时九州西北部原本聪属于岛晶家的各个小大名 像是尤玛家还有大村家等 除此之外还有众多的国人众也都纷纷倒向了凤城军的阵营 却在这种有如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影响下 在短短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 凤城秀吉是成功控制了祝前国 肥前国还有祝后国的领地 由于岛晶家的主力全部都集中在了日向国南部 准备对战凤城秀场 所以当时岛晶军在九州西部一带的防御是非常的薄弱 当时负责镇守肥后国一带的兵力 只有岛晶一九的从地 岛晶一九和他手架了两万人左右 而在肥后国后方的岛晶本国萨摩国内 也就只有大概一万人出头的铸屯军 所以面对吉江长区植入的凤城秀吉十万大军 岛晶家在这个时候可以说是陷入了非常巨大的危机 为了尽快结束在日向国的战斗 然后再把主力急忙调回肥后国抵抗凤城秀吉本队 岛晶一九最终决定提前对凤城秀场发起决战 而这也就是当时岛晶军为什么会主动派出将近四万人的主力 对高层展开强行救援的原因 1587年4月16日 岛晶军的前进路线就如同凤城秀场当初预料的一样 是几乎笔直的向跟白板展开了一点式的进攻 面对岛晶军的突然来袭 当时阵守在跟白板一带的首将功不及润 则利用周边居高临下的地势 外交之前自己花了大功夫建立起来路障和防御攻势 是成功的将岛晶军主力控制在了跟白板的入口 而在多次尝试强行突破 但是仍然没有得到任何有效战果以后 岛晶军和功不及润守军之间的战况 是开始陷入了胶着状态 在得知前方的跟白板爆发战事以后 小岛川龙井立刻建议凤城秀场放弃对高层的包围 然后让军团主力立刻渡过高层川 对功不及润展开救援 当时凤城秀场是非常乐意地接受了小岛川龙井的建议 而就在凤城军即将把主力转向跟白板一带时 凤城秀场的军监伟腾支圈 这个时候则对小岛川龙井的计划提出了强烈的反对 没有具体的记载 有关的资料最多也就只是简单的说 伟腾支圈认为在高层没有沦陷的情况下就转移目标 这样做是一种非常不谨慎的行为 而伟腾支圈在当时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看法 具体情况也没有人了解 但是根据伟腾支圈当时的行为 版主在这里其实有一个自己个人的看法 像我们之前所说 伟腾支圈在凤城秀场军中的身份是军监 是相当于主军在军队中的代理人 按照一般的军事制度来说 就算是凤城秀场本人 也必须要对伟腾支圈的建议予以尊重 而相反 军监在军队里有这么大的话语权 同样也就意味着 如果战斗失败 军监将会是第一个被主军追究责任的存在 说到被追究责任的军监 我们第一个想到的是谁啊 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应该就是 之前在护四川之战中战败的仙丹修九 仙丹修九和伟腾支圈之间 是属于一个护卫竞争者的关系 在仙丹修九被贬引后 伟腾支圈个人应该是相当注意 所以在面对对战岛禁军主力的决策上 伟腾支圈跟之前仙丹修九 在护四川的激进行动完全相反 他是走了另外一个异常谨慎的极端 当时的小岛船龙井 建议让封城军前往跟白板提前展开决战 万一这一次作战计划宣布失败 那么到头来身为军监的伟腾支圈 将会因为允许这次作战的原因 而承担起主要的责任 跟仙丹修九一样被追究责任 然后被没收领地 这种情况对于伟腾支圈来说 是绝对不想看到的 所以就针对这一点来考虑 当时的伟腾支圈 拒绝提前跟导禁军开战的原因 自然也就说得过去了 由于伟腾支圈强烈抗议 让封城军救援攻不及论 而面对战况逐渐陷入不利的跟白板方面 当时心态感到相当急躁的封城秀长 为此甚至还跟伟腾支圈之间起了口角 但是伟腾支圈到底是仍然没有改变 拒绝支援跟白板的态度 面对军舰伟腾支圈的顽固 封城秀长最后是在私底下 委托小岛川龙井 带领毛利军前去支援攻不及论 除此之外 封城秀长还同样秘密派遣了 自己的部将腾腾腾高虎 还与于其多家的部将获穿达安 率领了大约2000人的军事 跟随毛利军一通行动 小岛川龙井的计划 是让救援队在渡过高城川以后 立刻一分为三 而让其中两支主力部队 绕过跟白板附近的山地 从两侧对岛进军的后方 展开突然袭击 根据小岛川龙井的安排 从左侧展开行军的是 小岛川龙井本人和集船园长 而负责从右侧指挥行军的 则是毛利军的军舰黑田冠兵卫 而剩下的腾腾高虎 还有护船达安等大概2000人 则是直接前往跟白板阵地 对公布机认展开增援 小岛川龙井和黑田冠兵卫 决定对岛进军展开夹击的时间 是在4月17日的夜晚 但是非常凑巧的是 所以当时的战况就出现了一种 以夜袭反制夜袭的 非常具有戏剧性的战害 岛进军趁着夜色 是率先对公布机认展开了突袭 而就在公布军逐渐出现败事的情况下 小岛川军和黑田军 是及时从山道的两侧出现 并且对岛进军的夜袭展开了反击 由于在黑夜中 突然多出了对方的援军 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 岛进军的部队是开始立刻陷入混乱 在小岛川龙井和黑田冠兵卫的两侧夹击下 跟白板战场上的优势是立刻开始导向封城坊 而在得知岛进军被友军夹击以后 原本坚守在跟白板内侧的公布机认 这个时候也抓住了机会带领部队进行了配合 面对封城坊来自三个方向的进攻 岛进军的部队最终是宣布全面溃败 值得一提的是 在这一场岛进军的夜袭当中 岛进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将领岛进中林 是在战斗中不幸战死 岛进中林是岛进四兄弟里岛进岁九的女婿兼养子 岛进岁九他本身有两个孩子 但是这两个孩子全部都是女性 所以在岛进中林迎娶了自己的长女以后 岛进岁九是把他当成了自己的接班人来培养 而在平日里 岛进岁九对身为虚养子的岛进中林 可以说是百般爱惜 也正是因为岛进中林在跟白板之战中 被封城均所杀 所以导致原本主张和睦的岛进岁九 到最后是突然改变态度 决定跟封城均抗战到底 而就算在九州政法结束以后 岛进岁九也依然因为这个原因 是对封城秀姬起了仇恨心态 而也正是因为这一份仇恨 最后是招致了岛进岁九悲剧性的结局 当然这些事情都还是后话 在小岛山龙井和黑田官碑月 于跟白板取得大胜利的消息 传到高层方面以后 封城秀上在当时是立刻决定 带领全部的主力 对岛进军的残党展开追击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军监伟藤之轩是又一次提出了反对 他认为如果部队追得太过深入的话 就很有可能会遭到对方的伏击 最终还是由于尾屯之轩的否决 封城秀上结果在无难之下 是被迫放弃了追击岛进军的大好机会 而在岛进军方面 在经过跟白板之战以后 岛进军主力是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 而在这场战斗中 身为岛进军主要指挥官之一的 岛进一红本人也是富商挂彩 在战败以后 岛进一九是率领残兵 回到了萨姆国的本城洛尔岛城 而至于岛进一红 在他从跟白板撤退以后 也同样回到了自己 在南九州四国国金线上的巨城范叶城 三弟岛进岁九在主力战败以后 则是一只巨手在萨姆国北部的巨点湖巨城 而至于岛进家九 日向国的领地 大部分其实就是岛进家九的个人地盘 面对不断南下的封城秀长军 甚至岛进家已经大势已去的岛进家九 最后是决定留在自己的巨城左土元城 然后瞒着自己的三个兄长 在私底下向封城秀长军提出了投降 而岛进家九也是岛进四兄弟里面 最早的一位向封城军申请投降的将领 而在同一时间的封城秀级方面 秀级军十万人的军团 同样开始沿着肥沃国南下 并且开始向岛进家的本国萨摩国前进 在短短不到三天的时间内 肥沃国各地的领主和国人众 都纷纷向秀级表示了相符 在一路都没有遭遇任何抵抗的情况下 封城大军是顺利抵达了 岛进家的本国萨摩国的边境 而在得知封城大军已经来到本国以后 岛进家的众多重要将领 像是岛进忠臣和岛进忠厂的人 也都争先恐后地向秀级军表示了相符 随着手下的国人众 普代众甚至是一门众 都接二连三地放弃抵抗 在中业任清局势以后 岛进家的当主岛进一九最终决定替罚出嫁 向封城秀级父亲请罪 1587年5月8日 顶着光头的岛进一九 是亲自前往了封城秀级的镇中表示臣服 而随着岛进一九的臣服 这也同样标志着九州征法在整体上宣布结束 九州征法实际上是由两个部分组成 第一个部分是从1586年七月开始 直到1587年三月为止的风萨战争 期间还包括了封城和岛进的第一次交锋 沪四川之战 而第二个部分则是从1587年的三月 封城军主力登陆开始 直到两个月后 岛进一九宣布投降为止 期间包括了决定战跟白板之战 所以两个部分加起来 整个九州征法的战争 是前后历史了大概十个月左右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 尽管岛进家的当主岛进一九 还有四兄弟的末弟岛进家九 是向封城方提出了投降 但是当时拘守在边境线放眼城的岛进一红 还有拘守在萨摩国内虎聚城的岛进碎九 则拒绝向封城秀吉表示降服 为了尽快结束这一场已经无法改变的战争 岛进一九是先亲自前往了岛进一红的居城 对其展开了劝说 在岛进一九以大哥的身份进行苦苦的恳求下 岛进一红在最后还是决定交出自己的刺难 岛进九宝作为人质向封城秀吉臣服 虽然岛进四兄弟的三位 在这个节骨点上已经完全放弃抵抗 但是剩下的岛进碎九则仍然拒绝投降 而就在岛进碎九聚首在虎聚城内龙城抗战的期间 他在私下还多多派出一个叫做本田四郎的刺客 前往了封城秀吉的阵营中进行暗杀 但是岛进碎九的暗杀计划非常不幸 最后是以失败而告状 而在针对封城秀吉的暗杀事件发生以后 岛进家和封城秀吉之间的弹劾过程是在一时之间陷入了紧张 由于担心封城秀吉会因此在一怒之下拒绝岛进家的降服 作为兄长的岛进一九还有岛进一红两个人 联合前往了岛进碎九的居城进行了劝说 让自己的三弟赶紧道歉投降 而在大哥岛进一九近乎绝望的请求下 岛进碎九在最后贯通还是决定向封城秀吉表示妥协 尽管在之后岛进碎九是向封城秀吉表示的歉意 但是也正是因为岛进碎九对自己表现出来的敌意 是让封城秀吉在日后决定要找机会对岛进碎九进行清算 1587年5月末岛进碎九所拘手的虎居城终于开成投降 到此为止封城秀吉的九州征法是完全的落下了帷幕 有关九州征法大概的内容 我们基本上已经给大家讲述完毕了 由于我们现阶段的试点是以毛利家和封城家为主 所以在严格意义上来说 九州征法的故事我们是只讲完了主要的部分 如果是以岛进家的角度来描述九州征法 期间其实还有很多别的故事可以进行补充 像是九州征法末期岛进家的本国 沙漠国部分岛进家城为了展现出自己不愿意投降的意志 也是对封城君的侵略展开了非常激烈的反抗 除此之外 封城秀吉联合本元寺显入 让沙漠国内的异象中发起骚乱的故事情节 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值得描述的部分 而因为有关这一部分的内容 跟我们毛利家的路线没有太大的关系 所以现在我们是把这些能省略的信息尽量都省略掉了 以后如果我们讲岛进家的话 我们再会以岛进家的视角 来给大家把这一段的历史进行一个更加详细的描述 而有关于九州征法结束以后 整个九州领地进行重新分配的内容 我们就留在下一期给大家进行一个补充 而至于小岛传龙景 在九州征法结束以后 它是被封城秀吉转风到了北九州的筑前国 而小岛传龙景转风到筑前国的这一段历史 对于它个人来说 其实也是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而在下一期的内容当中 我们才会主要讲解有关小岛传龙景 在之后筑前国所发生的故事 好了 这一期的节目就暂时到此结束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大家觉得我的故事讲得还不错 那就请大家帮我按赞和分享 如果有喜欢战国历史的朋友们 也请千万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而跟作者我本人相关的脸书 IG还有推特链接 我都已经放在了下方的简介栏 如果有兴趣跟随的朋友也非常欢迎 好了 让我们下一期 再见吧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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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